今天是2024年10月17号 我们也在屏东的一个酪梨的果园里面看 这边做的是高溪 这个高度应该有 我们来看它这个是高溪 这个是四年到五年树 这个周才埋了大立丸 这个是埋的位置 这个瓦穴埋的 埋的位置就是在这两棵的中间 这两棵的中间埋的位置 一个穴埋了10粒 那就是一棵树 大概算起来的话就是20粒 左右个两个穴 这个夜市还不错 肥力还没发挥 等肥力发挥之后 我们会看得更明显 这个是四年的酪梨 生草栽培 果园的整体管理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枝条有产生这个流汁的情况 所以把它处理起来 这个枝条已经来了 所以这个是及时要处理 这个枝条上的问题 这个枝条上的问题